鸡胸肉这样做,好吃又简单 今天跟大家分享凉拌鸡胸肉的家常做法 首先准备两块钱的鸡胸肉,大概半斤左右 最要是放在水中浸泡10分钟 这样鸡胸肉颜色鲜亮,而且腥气味还小 接着准备小料 生姜和大葱适量切成片,去形蒸香 再放入适量的干辣椒和少许的红花椒去形体味 一粒的八角增加香味 水开后下入鸡胸 放入适量的料酒去形蒸香 然后倒入切好的小料和花椒辣椒 然后盖上锅盖,保持中小火煮至15分钟左右 煮熟后捞出自然放凉 接着准备配料 黄瓜适量先切成片 然后再切成丝 胡萝卜适量也是先切成片再切成丝 搭配颜色又丰富营养 再准备一根小葱和少许的香菜 清洗干净切成段 放入这两次蒸香提味 再准备大蒜子稍微多一点 先拍破,然后再剁 一定要多细一点 这样在拌制的时候更容易出香味 小米辣两个顶到切成圈 增加辣味又搭配颜色 接着把凉头的鸡胸肉 用手撕的方法撕成均匀的细丝 尽量撕细一点 接下来准备开始拌制 准备一个大的盆 放入蒜末和小米辣 调味放入适量的盐 拌少了鸡精味精 生抽酱油适量提味提鲜 又增加黄亮的颜色 少许的白糖火味提鲜 层醋稍微多一点 增加酸香的方位 香油和花椒油少许增加香味 再放入一勺辣椒油 增加辣味和红亮的颜色 然后用勺子先把料汁搅拌均匀 料汁搅匀后 先倒入鸡丝 放拌均匀 这个目的是让鸡胸肉 能够很好的入味 有条件再放入少许的炸花生米 丰富口感和香味 稍微翻拌 再倒入胡萝卜黄瓜丝 葱段和香菜翻拌均匀 拌匀后装入盘中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点赞 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